主语呢是这个产量 卫语呢是被期待去增长 然后暗的身后呢出现了to stabilize 那它是和前面to increase进行一个并列的 就是说这个产量呢它被期待去增长 之后呢被期待去稳定在这样的一个数值 之后呢出现了位置引导的一个定从 定从里面呢卫语是允许 编语是一个速率 后面呢是一个状语 说它能够为了大概50年的生产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现 前面其实没有一个合理的名词 能够去做位置的一个先行词 因为前面没有哪个词呢 说它能够允许这样一个速率 所以说A选项呢可以先排掉 而B选项呢前面依旧是一个并列 to increase和to stabilize 后面呢出现了一个同位语 这个同位语呢是在同位前面 这个每天60亿立方英尺 说这个呢它是一个提取率 然后这个提取率呢之后 出现了一个定从剧 说它是允许大概50年的生产的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先聊一聊 3C选项当中呢 按的身后出现了一个stabilizing 这样一个读影 但往前找的是没有 可以合理并列的对象 我们排掉 4D选项当中呢 这个时候它的聚间关系 发生了一个改变 在2B选项当中呢 increase和stabilize 是一个并列的关系 也就是说地位平等 那4D选项呢 它变成了一个伴随状语 我们知道伴随状语的使用呢 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呢 它要有逻辑关系 第二呢 要几乎同时发生 那在这儿呢 首先它增长和stabilize之间 其实没有一个主次 或者说主从的这么一个关系 那第二点呢 它也不是几乎同时发生 因为它肯定是需要先增长 然后才能稳定下来 所以说4D呢 这个聚间关系有问题 V也是同样的问题 最后答案呢 就是2B选项 是不是 老板 这也就是 是 实行 嗯 至少